第六次 台湾女孩日之女孩新光夜泡 以及公益拆更兴奏三度和党 16号白安马在中心新春清晨公认典典 南岛管长甲修华教授和主亲名参目民众 用行动响应为女孩走的理念 曾经丹人贵女孩新光夜泡代表的甲管长 有望每一位南岛的女孩 都可以勇敢对望为自己走出精彩人生 来丁的老师传认大家跳到外拍的乱星舞蹈 让参目夜泡的运énom 都跳得很高兴 所以来广场可笑话 在新京票一次迎接着旁边 以及在很多来宾是广州电话 传认参加女孩新光夜泡的运游开始走标 女孩新光夜泡 从我们中央到地方政府 大家都一直不斷的在推動 除了有很多的性貧的觀念 也希望把一些防暴力的觀念 能夠不斷的落實到各個社區 甚至進入到學校 讓更多的孩子可以了解 那例行基金會長年以來 對於防暴力的宣導 或者是包括女孩的貧權的概念 其實都是不斷的在推動 那縣政府我們已經也是連續第六年 跟他們共同來舉辦 女孩星光夜跑的活動 例行基金會在18年來 還一起持續在努力 有關於一些兩性平權的價值 還有台灣女孩的許多的一些價值 跟推廣的一些活動理念 那也藉由這樣子的路跑活動 那也讓大家能夠更加重視 更加吸引注目 十月十日是世界女孩日 例行基金會南島分數不錯 連三個年都跟管府 作為辦理台灣女孩日 之女孩星光夜跑活動 除了夜跑現場也有這麼多 黨員選到性別賓款 合入性款益訂賓 主辦黨員表示 對外黨希望好條件和多民眾 作為關注和支持 女孩的感應 如果是性別優先的社會環境 讓女孩有公平的發展 以及幸福的機會 要提升這個女孩的一個權益 不管是從性別 還有兒少培立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觀點 那藉著這個路跑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希望是讓我們的這個民眾 對於這些女孩的一個權益的一個這個維護跟倡黨 是可以有更加的一個這個重視 例行基金會過去的它所服務的對象呢 都是受家暴的婦女跟目睹兒 那今天星光夜跑呢 最主要是輔助那個新住民的朋友 那今天我們結合了南投在地的好食在店家 一起響應這個公益活動 我們是用那個小球藻固炭 然後呢希望說把這個好的食物能夠傳遞出去 然後呢提供就業機會 我願意以實際的行動 提供女孩更友善的環境 雷兄基金會支出 南投關台部分市山區 推動胡錄補佛工做的時候 發生維族路線 比傳統循環縮縮白 未來也是需要警察這個民眾 作為關注和支持 平衡女孩子的觀衣 以此行信通報道